來 委長六月設置開始 說來的 風業的措施大通訪 今天是開風後第一雷上班人 代替高鐵積穩到郵局 這些人比較多的地方 除了入口要來扭體溫掛櫥安之外 入口之後 只要可以保持安全記憶 就通常把櫥安拿下來 代替的大廳也開放給民眾 可以坐在桌上 其實我們臺灣 這個風業的新生活 這個觀念 今年不錯 只要人家坐 我們臺灣都會自動來掛櫥安 每天上班都會坐在櫥安 規定進出口一定要掛櫥安 實際來到現場看 大家都有照規定來做 室內或車廂無法維持 1.5公尺射張距離時 請佩戴口罩 來到車廂裡面 只要維持持久的鼓勵 就能把櫥安拿下來 但是大家開始都習慣了 但是你會選擇都在櫥安嗎 對 為什麼 就是習慣了 比較安全 如果車廂開放後 第一天上班的日子 代替大廳也漸漸有人了 原本都是無三人的大廳開始有 技術品的補達 大廳的第二半也開始有人在坐 等車那段期間會不知道幹嘛 沒有地方走 所以現在有就好很多 對啊 現在不賣共櫃你一定要掛櫥安嗎 這裡還好 可是若是到百貨比較密閉的就會戴著 而來到郵局到進入時還是要佩戴口罩量體溫 但是進到裡頭之後 只要維持一定程度的社交距離 就可以把口罩給拿下來 甚至看台北婚的人還是很配合的 把水暗掛好 放藥新生活 所用性的好習慣 看起來在開放的第一天 民眾的所用也是很高 非常非常非常有的 感谢您的观看